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洋洋新剧还未上映 粉丝先开丝 翻味而要不得 小编发现 无论迪丽热巴出现在哪里 哪里就有一番腥风血雨 迪丽热巴这些年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 虽然演技不能说特别精湛 但是流量和资源绝对是一等一的好 即便是在所谓的影视寒冬期 热巴也是各种剧无奉闲接地官宣 不难发现 像迪丽热巴这种顶流 往往都是非常在意自己剧的搭档和翻味的 而随着流量产业模式的发展成熟 翻味之争也成为产业链中的一大壮观景象 近日 迪丽热巴和羊羊的新剧《你是我的荣耀官宣》 该剧根据顾曼的原著改编 虽然这剧涉及到一些航空科技 但显然都是浅尝者指 顾曼的作品一向都是以小言为主 不论加入什么元素 本质还是玛丽苏的言情剧 这也是羊羊第二次参演顾曼的作品 上一次还是出演微微一笑 很倾城中的肖奈一角 这一次 羊羊在《你是我的荣耀》中 还是走的偶像剧老鹿子 扮演一个极其英俊的学霸 而迪丽热巴也是在自己的保守类型里打转 饰演一个艳光四射的大明星 两个人经历过各种兜兜转转 最终在一起了 但是 从原著来看 这部剧是妥妥的大女主 而从小说来看 这部剧比较大的看点也应该是 迪丽热巴扮演的乔晶晶 这也引起了网友的吐槽 这还不是平凡吗 当然 为羊羊打抱不平的网友也有话说 终于知道为啥叫胖迪了 当热巴穿上烟管裤 网友表示很可爱 迪丽热巴应该是目前最当红的女星之一 当这个从新疆乌鲁木齐的女生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 就用自己的神仙颜值 惊艳了无数人 眼角狭长的大眼睛 高鼻梁 整体偏长却又不是传统瓜子脸的泪椭圆形脸型 迪丽热巴的美 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东方传统美人的美 而是带有独特的西域时尚 很多粉丝都表示 迪丽热巴就是那种天生就带有魅力的女生 尤其是那一双狐狸眼 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放电一般 当粉丝们和自家的爱豆熟悉后 就会有各种各样亲密的称谓 像迪丽热巴 很多粉丝就喜欢称她为胖迪 大家也千万不要误会 这并不是粉丝嫌弃热巴太胖了 平心而论 热巴现在其实是身材比以前更好更时尚了 是一种逐渐时尚的表现 胖迪只是粉丝们略带搞怪的一种称呼 热巴以前的模样 是属于偏瘦的高挑身材 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些活动现场 看见身穿礼裙长裙的热巴 一双大长腿虽然很美 但是太瘦总会给人一种很瘦弱的感觉 而且竹竿腿这种腿型 也越来越遭人嫌弃 前段时间就有人拍到热巴的生活照 终于知道为啥叫胖迪了 一身灰色羽绒服加烟管裤 上身身材包裹的太紧看不出 但是下身的腿还是很明显的 比以前更加圆润和具有肉感了 迪立热巴的腿 说实话 现在这种感觉更正常 也比以前更好看了 很多网友看后表示 这样的热巴不仅很美 也变得可爱了许多 其实热巴平时的身材保持 皮肤美丽这些都做得挺好 现在的身材相貌 哪怕在众多女星中也是很不错的 平时哪怕穿些私服也很上镜 就像这身红色卫衣搭配小短裙 腿部的皮肤真的完美展现了出来 而且胖迪真的不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像娱乐圈目前最顶级的女星 杨幂 热巴 李沁这些 都是那种对腿特别自信 也特别喜欢绣腿的腿精 迷人的大长腿再加上细腻透亮的皮肤 很容易就成为受人瞩目的存在 其实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学一学 要想上镜好看 腿部的皮肤一定要好 也要敢于秀出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